我在上個月發表的第三份施政報告主題是 齊改革和發展,為民生見未來 展望2025年,我提出三個重點方向 第一,我們要體現愛國愛港力量在實際的行動 共同建設香港 第二,我們要主動識變應變求變 自我隔身,推陳出身 我在今年施政報告中 提出鞏固提升香港固有優勢 同時發掘新增長點 我們會建立國際黄金交易市場 推動低空經濟 隔身人才,引進機制等 促進經濟持續多元發展 第三,我們要擴闊全球網絡 在世界舞台上說好香港故事 除了繼續鞏固和傳統市場的經貿聯繫之外 政府正積極拓展區域網絡新興市場 香港正處於由自甲興的新精情 我們要全力發揮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 超級增值人的角色 我們要全力發揮香港作為超級聯繫的 我們要全力發揮香港作為超級聯繫的 人生的角色 我們要全力發揮香港作為超級聯繫的 人生的角色 我們要全力發生